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 我对家庭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而我的家常常充满什么样的声音呢 约书亚记第24章 我们来思想这重要的问题 约书亚记最后一章 约书亚勉励以色列人 与神立约回顾历史 立约要侍奉神 首先约书亚回顾过去的历史 神怎么样引导亚伯拉罕 以及接下来雅各全家 像埃及出红海经旷野 经历巴兰的攻击 而进到应许之地 于是要慢慢的数算 上帝过去为选民所做奇妙的工作 接下来他说 我们尽量选择 是要侍奉外邦的神 还是侍奉耶和华神呢 他说一句重要的话 至于我和我全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百姓说 我们不敢离弃神 神领我们出埃及 我们必定侍奉 而约书亚说 你们不能侍奉神 因为神是圣洁的神 百姓却立约说 我们要侍奉 于是约书亚吩咐他们 要做见证来侍奉神 百姓就跟神立约做见证 除掉外邦的神 专心归向神 神师奉听从上帝 而约书亚让百姓立约 立大石头做见证 然后打发百姓 各归自己的地业 是的 当百姓要承受应许地 很重要是我们跟神立约 有时会计 接下来我们看到 约书亚一百一十岁 死了葬在伊法莲 约瑟的骸骨带上来 祭祀也死了 约书亚的结束在于 约书亚在世还有死后 长老在的时候 以色列人侍奉神 我们看到约书亚一生 忠于上帝 他跟着摩西 他领受摩西的棒子 带领以色列进到应许之地 他从年少的时候跟随 当探子的时候跟随 当将军的时候跟随 到年老的时候 他带着他的全家 甚至全国来跟随 甚至是何等美好的榜样 是的 愿我们的家庭 不是光宗耀祖 满足自己的想要与梦想 不 愿我们的家 要一起侍奉耶和华 至于我和我全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求神把这样子的方向 勇敢破理 赐给我们 与神立约 让我跟我的这一代 我的下一代 一代一代 更多爱主 侍奉主 为神跟随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谢谢您 看到约书亚 一辈子忠于神 不但他这一代服侍 他下一代 继续服侍 求主怜悯 让我们这一代服侍主 下一代更加服侍主 与神立约 荣耀基督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